国会赛院今天正式通过了 2023年外国国家豁免法案 首相署部长拿多斯里阿沙利娜强调 国家豁免法主要是在将国家豁免原则 编入为我国法律的一部分 反定出我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质疑 不过就在法案表决前 多名反对党领袖质疑 法案部分条款赋予首相过多权力 促进政府先各治法案 一会听顿时掀起骂战 2023年外国国家豁免法案二读 今天进入总结辩论阶段 首相署部长拿多斯里阿沙利娜强调 这项法案反映出我国致力于 维护国家主权努力的一部分 在复会待遇原则下 赋予外国及相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不受我国法庭管辖的豁免权 阿沙利娜强调 政府致力于克服不公正现象 特别是苏鲁苏丹后裔向我国索赔的案件 一旦有了这项法律 可以避免未来再出现 可能影响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申索事件 政府也将成立一个以首相为首的委员会 探讨任何和外国豁免权有关的事项 然而在野党议员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 南德斯里寒扎再努定住质疑 法案中的一些条款 似乎赋予首相过多的权力 认为政府不应该仓促通过法案 朝野各执议词 Yang berhormat Menteri sila golong Yang berhormat Menteri sila golong Yang berhormat Kota Baru dengan Yang berhormat Larut pernah jadi Menteri Kabinet berapa banyak jawatankuasa dipengusi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dan Yang berhormat tak ada masalah bukan, tak apa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事实上, Han Zai Nuddin 昨天在聆听法案的汇报会后 就已经表明 国盟虽然支持2023年 外国国家豁免法案 但希望政府先送交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研议后再重新提成到国会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saya tidak berh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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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kah ini berhormat 下院最终在一片喧闹声下 以声浪表决 通过了2023年 外国国家豁免法案 中文字幕提供